台湾禽流感疫情扩散 出现H5N2和H5N8禽流感的鸭鹅养殖场增加到65个 新增加的有27个 当局已经扑杀了16500只鹅和鸭 云林县感染数量增加 不仅往北感染到桃源 疫情可能症向北部蔓延 对于高病原病毒 农委会表示 只要初步检验是H5高病原病毒就先扑杀 现在外界担心的是 H5N8不仅对鹅鸭有威胁 机支也可能感染至死